3 2 1 妈妈我爱你 小朋友天真无邪的唱歌跳舞 可爱的模样逗得奶奶们相当开心 尤其是爱的抱抱更让奶奶们笑得开怀 最后重头戏大合唱跟切蛋糕为活动画上圆满的句点 百岁人瑞刘奶奶在家人跟其他奶奶的陪伴下开心过节 虽然无法说太多话但喜悦神情全写在脸上 欢乐过节的气氛也同样感染了现场所有奶奶 受访时笑咪咪的表情没有停过 当然不一样啊 因为每次过母亲节呢 除非到社区啊大众场所啊 因为今天是来到我们这些住户 我就特别高兴 因为我很少有碰到过100岁以上的阿嬷 然后今天参加那个华山呢 特别高兴 二来华山那个站长啊还有志工啊 华山基金会趁着母亲节发动了义工与善事 邀集了十位奶奶与幼稚园的朋友们一起来到关西 百岁人瑞刘奶奶的家 一大早刘奶奶家就热闹滚滚 母亲节气氛相当浓郁 那其实在我们母亲节的前十天 我们新竹县市动员了所有的站长跟义工还有善事 我们总共送了460位的奶奶 我们期望就是说奶奶可以就是在节庆的时候 能够就是也能够备受关怀 那今天特别就是在我们102岁关西正奶奶的家里面 然后邀请了我们关西 还有主动的一个熊岭的奶奶到现场 然后跟我们一起同欢 我们的奶奶们其实看到小朋友的一个到来 其实他们对于这样的一个热闹的画面 其实是他们平常家里所没有的 所以其实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节庆的一个祝福 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真的觉得很重要 因为这是他们生命中一个很重要的一天跟意义 没有大餐与昂贵的礼物 但却有满满来自社会的关心与爱 奶奶们的母亲节文型热闹 有陪伴跟关怀 凯博新竹陈若怡红蔡文启采访报导 不疯独 不疯独